AG迎来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首发阵容并没有任何变化 输给RNGM就可以提前宣布 他们要调去B组了 如今AG响应比赛靠的已经不是一诺 而是他 如果单纯从KPL的赛程安排来看的话 官方对AG的照顾显然很多 首先是把他们的比赛时间段 都安排在了黄金时段 其次AG前两场的对手 实力都不算特别强 给足AG新阵容调整的时间 跟增加自信心的机会 只是没想到 RW买下效应后 一下子就有了A组的实力 首秀就零封了老东家AG 以至于官方给他们的照顾 反而变成了一道催命服 因为AG首场输给RW自信心全毁 RNGM虽然已经摆烂了很久 但是AG的实力已经在B组边缘徘徊 加上选手的自信心没了 自然有可能会输掉比赛 连续输给传统弱队 还想回巅峰 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过AG要是能赢下RNGM 选手自信心有所回暖的话 还是有可能留在A组 只是他们如今想要赢比赛 靠的已经不是伊诺 而是打野未央 只要关注KPL比赛的玩家 应该都能发现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赢比赛的队伍 基本上都是打野带飞 射手带队赢比赛趋之可数 除非比赛进行到了大后期 这就意味着AG想要赢比赛 前期很需要魏央站出来 不可避免的就是下主要做出改变 比如学习一下RW开局三人抢中 然后中单去下路对线射手 伊诺带着辅助入侵对面野区 只是之前有瓜主爆料 魏央的英雄持有问题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 同时他现在已经有点被同化了 不知不觉脑海里的想法就是保护伊诺 一些战术安排自然打不出来 导致AG即使换了一批选手 最终的打法并没有变化 那还不如让伊诺继续演射轮换着玩 格米尼之前就说 现版本射手在前期很难做到事 AG的问题是前中期没人站出来 言外之意就是队伍别太依赖伊诺 所以个人觉得AG想要赢比赛 甚至是晋级S组 他们要做出的改变 就是让魏央前期舒服 但也不能彻底放养伊诺 改变战术打法才是关键 要不然到最后输给RMGM 根本不足为奇